哈喽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是第二十课 也是HSK4的最后一节课啊 咱们先复习一下 嗯好 跟以前一样一分钟啊 大家先暂停 好来对答案吧 请在表格上填好姓名 什么 你看啊这里面 五个词里面只有一个是比较合适的 是吧就性别 注意啊这个姓是书星旁的姓 对性别年龄职业等 然后再给我们传真过来 好第二题 我觉得咱们还是换个地方住吧 这个小区太什么了 我怕影响孩子学习和休息 你看影响一个孩子的学习和休息 一般是什么呢 这五个词里面 对这有一个吵字 是吧 这个小区太吵了 好 第三 抽烟不但污染空气 影响身体健康 而且在加油站这样的地方 抽烟非常危险 因此很多地方都抽烟 所以这个地方是让我们抽烟 还是不让我们抽烟 因为前面说了是吧 很危险 影响身体健康都是什么呢 都是不好的 所以这个空格应该是不让我们抽烟的 所以答案是禁止抽烟 对啊 第五个禁止抽烟 第四题 要想更适应 要想更快适应新环境 其实有很多办法 比如多和周围的人 打招呼 是吧 就是这个啊 多和周围的人打招呼 在别人遇到麻烦的时候 去帮一把 等等 你看帮一把 帮他一把的意思 第五个 这个京剧 我一直想看 下星期六是 他们在这的最后一场演出 你看一场演出 中午你记得提醒我去买票 否则我就没有机会看了 对啊 否则不然的话 不是这样的话 不是这样的话 没有机会看了 好 这个没问题的话 咱们看一下第六到第十 也是一分钟 好的 第六题 先生一共239块7 您付现金还是刷卡 现金我带的什么应该够用 那战线不可能 道歉不可能 座位不可能 打印不可能 只有一个 跟钱有关系的 只有零钱 是吧 所以第六个是零钱 第七 请问您一共几位 我们一共四个人 麻烦你 给我们找一个安静点的 战线 不对 道歉也不是 座位 是吧 是坐的地方 座位 我的座位 你的座位 他的座位 对 你看啊 这个餐厅里面 我们也可以说座位 安静点的座位 靠窗的座位 还有我们在这个旅行的时候 你看我们的这个飞机 飞机的座位 是吧 要坐在自己的座位上 不能随便乱坐 对 你看这个 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说座位 啊 第八 明天几点到 八点来得及 来不及 提前点吧 咱们还得负责什么会议材料呢 只有一个打印 是吧 打印会议材料 你看 他问的是来得及 来不及 是吧 正反问句 是吧 正反问句 比如说吃不吃 看不看 喝不喝 这些是我们在初级阶段的时候学的 比如今天我们学到是来得及 来不及 第九题 我是专门来向您什么的 我真的觉得很对不起您 你看对不起 是吧 对不起的话 战相吗 当然不是 那只有一个是道歉 向您道歉的 要注意的是这个道歉后面不能直接加兵语 是吧 所以不能说道歉您 只能说向您道歉 对啊 比如说没关系 过去的事情就让他过去吧 你也别太放在心上 第十题 李经理的电话一直什么 去办公室找他 敲了半天门 也没人开 你看 也没人开 也就是说 亲自去找的时候也没有人 打电话的时候也是 打不通 所以战线 是吧 打电话打不通 我们怎么说 我们说战线 比如说 他刚出去开会了 可能下午才能回来 对啊 这是我们上节课 第十九课的一些 生词的练习 没问题的话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生词 第二十课 来 请大家跟我读 加油站 加油站 行车 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 登机牌 首都 首都 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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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怪 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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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面 对面 好呀 好呀 祝贺 祝贺 合格 合格 干杯 干杯 民族 民族 打扮 打扮 笑话 笑话 存 存 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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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 究竟 磕 磕 磕 汤 汤 汤 对话 对话 普通话 普通话 小吃 小吃 收拾 收拾 出发 出发 辣 辣 香 香 酸 酸 酸 好的 记得多读几篇啊 来我们看一下吧 第一个是加油站 这个就不能说 加油加油 是吧 其实这个加油 这个词 本身的意思是什么呢 对 就是给汽车 咱们开的是吧 开的那个 汽车 加油 对加点油 后来就变成什么呢 后来就给别人打气 是吧 鼓励的时候 是吧 加油加油 对这个时候 我们也可以说加油 所以 这个加油 英文翻译很有意思 这个好像是 前几年出现了 在英文单词里面 出现了一个词 就是 ADD 还有一个是 O I-L-O-I-L 是吧 也就是把这个加油 直接翻译过去的那样的词 新的词啊 我不知道这个词 有没有 呃 存进这个词典里面 反正现在 也 网上啊 网上如果说 ADD O-I-L的话 好像有些西方人 也是听得懂的 对 有点意思 对加油 加油站 航班 就是飞机呗 对吧 这个航班 您做的什么什么航班 中国那边的话 比较有名的是 呃 东航 是南航 还有国航 是吧 这三个是比较有名的啊 我一般是喜欢 呃 做这个国航的 对啊 国航 推迟 也就是说 往后推的意思 对 本本来说 呃 这部电影是吧 这部电影是2月1号要上映的 但是呢 推迟到 3月 哎 对 意思是说 本来是2月1号要上映的 但是呢 这个电影 这部电影 种种原因 3月份才能 哎 是吧 3月份才能看 对不起 对啊 3月份才能看 这叫推迟 对啊 高速公路 应该没问题 是吧 高速公路 所以高速公路上面 呃 我们也要控制 我们的这个速度 是吧 也不能非常的快 对 也不能非常的慢 这影响别人 所以高速公路上面 如果需要停车的话 也非常非常需要注意 对啊 一不小心就会 后面的车就会撞到你 而且开的速度会非常非常的快 对 所以高速公路也是一个需要很注意的地方 登机牌 对 也就是说我们坐飞机 是吧 坐飞机的时候 第一是吧 我们到机场了 我们需要做什么 首先我们得去登机牌 是吧 去办理一个登机牌 登机牌的话 有一个牌子 是吧 上面写着你的名字 是吧 你要做的航班信息 是吧 比如说MU 5332 比如啊 5332航班 对一个飞机的号码 对 简单的说是飞机的号码 然后你的座位 是吧 靠穿的是吧 是3A 3B 3D 对这样的 你的座位 还有你是从哪里飞 起飞 你的目的地是哪里 从阳光 是吧 缅甸阳光 起飞到北京 中国北京 对这样的 是吧 登机牌 上面有很多很多信息 所以这个很重要 到机场的时候 第一时间 也应该去拿这个登机牌 第六 首都 中国的首都 对 北京 不是上海 不是上海 是北京 旅行 旅游旅行 怪 可以说怪他 怪我 别怪我 对啊 可怜 我就很可怜 是吧 你看 一只小猫 是吧 在路边 一直在叫叫叫 你见他见了 好像两三天了 是吧 一直在叫 很可怜 可能他肚子饿了 可能他非常的害怕 可能他需要帮忙 对 你看这叫可怜 对面 这个知道啊 就是直指的 这叫对面 比如说咱们 这个缅甸的同学啊 比如说像 阳光的这个市中心 是吧 市中心的这个 呃 有一个地方是 有个公园 是吧 有个公园叫 好像是本都压公园吧 是吧 本都压公园的这个 真正的这个对面 是哪 有什么呢 是有一个这个 密罗看骂 哎 是吧 政府部门的一个 密罗看骂 好 这是真正的 那这个本路压版写的 这个稍微 写一点的 是吧 这是有什么呢 是有苏雷 苏雷经堂 所以那个叫什么 写对面 一个是对面 一个是写对面 对啊 稍微旁边一点的 这叫写对面 嗯 对啊 对面和写对面 呃 再比如这个 嗯 大家可能 缅甸的同学啊 可能大家都知道 这个GC 前行CD 是吧 前行CD的对面 是什么 前行CD对面 好像是有一个 教堂 是吧 有个教堂 然后这个前行CD的 这个写对面 是吧 稍微 不是真正的对面啊 稍微 挪一点 是吧 稍微写一点的是什么呢 这是那个 昂商市场 对啊 我就 呃 昂商 C 是吧 我就昂商市场 对啊 所以你看这个 要斜对面 嗯 好 这个可以的啊 对面和斜对面 11 烤鸭 是吧 北京烤鸭 也非常有名 如果大家仔细观察的话 可能会发现 这个北京烤鸭 所谓的这个北京烤鸭 主要吃的是什么 主要吃的是皮 嗯 是吧 他们主要吃的是这个皮 跟绵建这边的烤鸭不太一样啊 绵建这边是主要吃肉 嗯 第12个是祝贺 对 比如有一个人考试呃 考上了这个大学 名牌大学 我们可以说祝贺你等等 是吧 过生日我们可以说祝贺你什么什么 毕业了我们可以说祝贺你什么什么 是吧 对你想祝贺别人的时候都可以说祝贺你什么什么什么 对啊 13合格 说到合格的话 我相信大家都可能会想起来这个及格这个词 是吧 那这两个词哪里不一样呢 及格的话一般都是 怎么说这个标准有点低 比如这个60分是及格分的话 你的成绩很可能是6060一 你看 刚刚及格 那及格了吗 对及格了 那合格的话 他这个标准可能会更高一点 嗯 比如说合格的产品 哦 你的产品合格 意思是说你的产品 比如啊 呃 80分是这个几个分 可能你的这个产品可能已经到了200分300分 对 这是一个 嗯 举例子啊 就是合格 合格的话这个标准可能会高一点 啊 干杯 什么时候可以说干杯呢 比如说喝酒的时候 是吧 把杯子里面的东西都干掉了 你看这个干这个字是什么 没有水 是吧 很干巴巴的 没有水 就要干 所以把这个杯子干掉 意思是说呃 杯子里面不应该有水 也就是说把这个杯子喝完 对 如果里面是有可乐 嗯 把这个可乐喝完 如果是有酒 把把酒给喝完 对啊 这个意思 干杯 民族大家还记得吗 中国有多少个民族呢 是56个民族 如果说少数民族呢 少数民族是55个 对 这个不要弄混 好 16打扮 是吧 打扮的话 这个擦一点 是吧 让让自己变白一点的 是吧 东西 这个化妆品之类的 当然擦一点口红之类的啊 以前的话只有女生才会打扮的 但是现在如今2024年了 是吧 不一定是女生才会打扮的 男生也会 很多年轻的男性也会喜欢打扮的 对 对 时代变了啊 不一样了 所以以前见到这种男性 是吧 擦一点口红 是吧 呃 这个脸白白的话 大家可能会笑话 是吧 第17个生子 笑话他 就是要笑他 嘲笑他 这个笑话的话 意思不太好啊 就是不好的词 笑话他 对 但是现在的话 没有人会笑话那样的人 是吧 对 所以就已经习以为常了 已经习惯了 嗯 接下来是18 存 我们可以存什么呢 存东西 存钱 是吧 存的东西一般要做什么呢 取 还记得吗 这个取钱 是吧 存东西 取钱 这样 要10 知道啊 20 等一下讲21 颗 哎 这个颗啊 这个颗和左边的 左边有一个木字棚的颗 哪里不一样呢 比如说一颗葡萄 对吧 第一个是木字棚的葡萄 很可能是什么呢 树 哎 是吧 一颗葡萄是 他想说的是树 葡萄树 如果你用的是这个21的 这个颗的话 很可能 很可能是这个 远远的那个吃的 紫色的那个葡萄 对吧 远远的那个 所以这个颗的话 一般都是远的那种东西 对啊 一颗什么什么 对 22 汤 喝汤 是吧 鸡汤 这个不用说啊 23 对话 对话 我们刚开始学习汉语的时候 啊 要学刚 是吧 刚开始的时候 要从这个对话开始学 啊 等你好 你好 是吧 明天星期几 明天星期五 是吧 这样的一个对话 后来慢慢慢慢的变成了短文 是吧 短短的短文 对啊 水平高了 24 普通话 嗯 对啊 就不用说啊 就普通话 现在中国大陆是以这个普通话为标准 是吧 如果你说这个广东话的话 可能不是所有人能听得懂 哎 是吧 所以要要学会普通话 对 小吃 各种各样的小吃 其实缅甸 咱们缅甸也有很多小吃的是吧 对 各种各样的小吃在路边有多了去了 对啊 有机会的话也可以介绍介绍 好 小吃 收拾 想一想 什么时候需要收拾 是脏还是乱 还记得吗 是乱的时候需要收拾或是整理 那脏的时候要做什么 打扫 哎 对 是吧 乱的时候需要收拾整理 脏的时候需要打扫 对啊 这两个不要弄错 出发 也就是说从开始出去了呗 对 比如说我们三点准时出发 意思是三点从这里离开的意思 出发 辣香酸这些味道就比较简单 好 看看生词有问题的话可以提问 好 没问题的话我们继续看 语法 一 动词加折 是吧 就是说开着开着 讲着讲着 躺着躺着 你看动词加折的时候还还记得吗 这个是动作怎么样 动作在一直在进行 一直在做那个东西 比如说他呃躺着看电影 是吧 那个躺着看电影的话 这个躺这个动作是吧 这个动词一直在发生 是吧 一直在躺躺躺躺躺躺 是吧 躺着 对所以现在今天是两个动词加折 动词加折 比如说开着开着 所以这这个的这个语法的意思是 你在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 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 比如第一看看啊 开着开着 是吧 你在开车 是吧 开着开着 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 没有了 没有有了 对第二件事情发生 是吧 所以这是第一 第二是讲着讲着 自己就先笑了 你看这个他在做一个动作 那是讲是吧 在讲一件事 然后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第二件事情就发生了 那就笑 所以这个意思 第三也是如此 躺着躺着就睡着了 你在做这个动词的时候 动作的时候 是吧 发生了第二件事 也就是睡着了 对啊 所以这个比较简单 你在做某一件事情 是吧 verb 1 你在做这个verb 1的时候 后面发生了 verb 2 是吧 对这个意思 第二个verb 对啊 是这个意思 来 做题 可以把答案发到评论区里面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预法2 一什么什么就 也就是说这个一什么就什么 一后面有一个动词 是吧 某一件事 然后就后面也有一个某件事 所以一什么就什么 也就是说发生的很快的意思 对 做完这个一后面的事情 就发生了就后面的事情 比如说第一个是一出现 你看出现了就怎么样 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 是吧 塑料一出现 你看他就很快的意思 对一出现就喜欢 一出现就喜欢 第二一回来 我就告诉他这个好消息 你看回来 然后告诉 是吧 回来告诉 这两个动作之间 停的时间比较短 对啊 一说话就脸红 是吧 说话就脸红 一哭就能得到 对 而一个是一进房间 他就把手机装了起来 对啊 所以这个一什么什么 就也比较简单 所以一后面的事情 A是吧 A就比这个A和B 发生的很快 好 这里有练习 大家可以先做一个 对啊 做完如果没有把握的话 可以发给我看看 第三 究竟 对这个比较重要啊 究竟的话 它是 它是一个虚词 对啊 在汉语里面 语法有 语法里面有很多很多虚词 什么叫虚词 你看虚这个字 就有它的意思了 虚就是虚拟的 不是真的 也就是说这个 一般的虚词的话 翻译起来比较麻烦 是吧 加这个 可以吗 可以 不加这个 可以吗 哎呀 好像也可以 是吧 那这样的虚词很多 其中一个是什么 其中一个是强调的 究竟就是这样的一个词 是吧 第一 咱们看啊 究竟哪个季节去 丽江旅游 比较好呢 是吧 这个第一题里面 不要究竟可以吗 哪个季节去丽江旅游 比较好呢 可以吗 完全可以 是吧 第二也是这样的 生命从哪里来 可以吗 完全可以 生命究竟从哪里来 也可以 还是第三 还是弄清楚 答案究竟是怎么得来的 答案弄清楚 答案怎么得来的 你看 加也可以 不加也没问题 但是加的话 它语气是吧 更加的强一点 对啊 更加的强一点 那有些同学可能会说 哎 老师那究竟和到底 哪里不一样 对 你看 这一二三 换成到底可以吗 好像基本上都可以 嗯 是吧 这两个词 都是表示 强调的 但是到底的话 跟这个究竟不一样的是一个点 是吧 到底有 它有本身的意思 到底 是吧 到了最下面的的意思 但是究竟没有这个意思 嗯 对啊 这两个是他们两个不一样的地方 呃 这里有练习 也可以去做 没有把握的话 发给我看看 还有刚刚说的这个究竟和到底 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看哦 第四 起来 哎呀 我们看一下啊 你先把桌子上的东西拿起来 我擦完之后 你再放下来 第二 邻居小王最近一定遇到了很多开心的事 你听 他又唱起来了 第三 比如你跟上海人对话时 会发现上海话听起来就像外语一样 你看 拿起来 唱起来 听起来 对啊 所以这个起来和另外一个词 昨天 不是昨天啊 上节课 也就是第十九课的时候 我们学的出来 有点像 是吧 有点像 但是这两个不一样啊 起来的话一般都是 那个时候 那个动作 是吧 那个某一个事情 开始发生 然后就继续下去 就是拿起来 这个拿 这个动作 那个时候才发生 唱起来 你看 他说话的时候 发生 听起来 是吧 他说话的时候 发生 是吧 然后一直下去 这叫起来 出来的话 一般都是从里边到外边 这样的事 是吧 从里边到外边 是吧 起来的话 一般都是从下到上面 或者是刚刚说的那样 某一个动作 从那个时候开始 然后发生 一直往下去 对啊 这里有练习 大家可以去看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动作加起 说起 吃的东西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湖南菜 聊起那场网球比赛 他们俩就兴奋的停不下来了 要是有人问起那件事 你就告诉他 你还没接到通知 也不清楚怎么回事 对 你先说起 聊起 问起 对 你看 跟这个起来有点像 发现吗 这个 某一个动词 开始做的意思 是吧 说起 也就是说 说起 吃的东西 是吧 吃的东西 是吧 说 吃东西 你知道吃的东西吗 你看我一说 说起来的时候 对 我就印象最深的是 湖南菜 聊起 是吧 一开始的时候 可能没有聊 这个网球比赛的事情 但是 一聊起来 这个网球比赛 那他们就会 非常的兴奋 对啊 问起 也是那样的 问起那件事的话 你就说不清楚 对 所以这个动词加起 也是这样的 是吧 刚开始 之前 可能没有发生 突然间发生了 是吧 说到了 做到了 某件事情上面 对 这个时候 后面的事情就发生 比如 说起 吃的东西 对 最深的是 这个 聊起 这个比赛 他们怎么怎么样 问起那件事 你就怎么回事 是吧 不知道怎么回事 好吧 这是 动词加起 的练习 最后 这里是总结 如果 有任何问题 大家都可以来 联系我 或者是在这个 评论区里面 可以提问 那就 再见吧 各位